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交通局与新北市交通局 首度攜手合作 订定7月到8月是双北市机车安全月 由双北交通局长拍摄行车安全宣导影片 并推出了两波看影片抽奖的活动 号召民众共同响应 关注交通安全 台北市交通局长陈学台 与新北市交通局长钟明石 亲自拍摄影片 宣导安全驾驶观念 台北市交通局与新北市交通局首度攜手合作 订定7月至8月为双北市机车安全月 首支影片以汽机车提升防御驾驶观念为主题 预计8月上架的第二支影片 则是以避开大型车视觉死角及内轮差为主题 向市民宣导正确安全的驾驶行为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 应记得起早打方向灯 注意后方来车 停车开门要小心 先看后照镜 确定无来车 望一望再开启车门 安全驾驶 平安回家 非常谢谢台北市交通局 这次双北之间能够针对机车安全的提升 大家攜手一起来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而且获得台北市热烈的回响 有这样的一个抽奖 跟大家在安全的生活秩序中 能够找到出更好的一个行车的方式 这个是我想双北都非常乐见 那我们也会共同的分享相关的资源 那共同的为机车事故的减少减量的来做努力 那我们在这里除了愿意把这个 所有的这些机车的这个教育训练场 提供出来给大家使用之外 那更重要的不管是在勤务的配合 那在这个交通管理策略行销的一个力道上 我想我们都可以洗手来做 那也非常谢谢台北市啊 这个长期以来在学校 在这个大战院校高中这些努力 那有一些很好的这个方法跟制度 我想新北市这边会同步的来进行推动 那我们也希望在未来 这个能够对机车族安全能有所提升 那当然很更重要是我们要呼吁 这个其他的驾驶朋友 不管是大行车 拨车 公车 小客车的驾驶人 请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注意您周遭的环境 那注意机车行车的安全 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难免会有混流的情况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 那对于这个防卫性驾驶 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 就在于注意别人的安全 能够有所提纳 那我想这样子能够相互之间的注意 可以减少伤亡的发生 那我想谢谢新北交往局这边 来邀请台北市交往局 来共同主办 一起来共同办理这个 机车安全院的这个活动 那今年呢 在过去来看我们一些统计数字 大概从9月开始呢 双北的这个机车事故 是一直在往上攀升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7到8月这两个月的 共同办这个活动 能够来加深各种 不管是汽车还是机车组也好 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观念 那我们透过很多 包括互相合作的宣导 那还有执法 等等的一些来共同合作 希望这个 以前是各做各的 我们希望现在是一加一大于二 发挥更大的一个效果 结合影片宣导 双北市交通局还推出抽大奖活动 只要上台北交通大家谈或 新北交通组脸书 观看影片并回答完整问题 即可参加抽奖活动 双北交通局 期望借由合作办理 双北市机车安全院 让更多市民响应 提升防御驾驶观念 以及自身安全的保护意识 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 在何库人寿的支持下 致力于关怀长照议题 在携手十年之际 特别邀请知名艺人汤志伟贤控力 领衔打造哈喽呼叫新队友 沉浸式音乐剧 希望唤起民众关心老年化社会所面对的各项议题 每天会发生什么事 谁又知道呢 去过的每一段旅程 看过的每一道风景 都不见相同 如果人生说不如意十之八九 十、十一、十二 那又如何呢 老年化社会所需面对的各项课题 无论是被照顾者或是照顾者 都该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 在何库人寿的支持下 致力于关怀长召议题 在携手十年之际 特别邀请知名艺人汤志伟 与Juby康丽 打造哈喽呼叫新队友 沉浸式音乐剧 因为说老实话 其实我们在之前 其实并不知道有家总这样的一个总会 是 他们所做的事情 就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我们开始第一次接触 然后他们才了解 哇 家总在这些年当中 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对于是在照顾者 跟被照顾者的这个区块 他们非常的注重 而且非常的专业 然后我就想说 他们做了这么多年 再加上这个和库 他们也是长期大力的支持 将近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是不是能尽点棉薄之力 于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构想 就是一个音乐剧 沉浸式的音乐剧 Hello 新队友 我们在台北 台中 高雄 都分别的演出 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音乐剧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来到这边呢 就例如像家总所做的 《喘息咖啡》一样 来这边能够放松听听音乐 然后同时也感受一下这样的氛围 把这样的一个温暖跟爱的讯息 传递给更多的人 家总在这些年做了许多的事情 包括《喘息咖啡》 在许多的咖啡呢 他们就做这样的一些 让这些照顾者跟被照顾者 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有个机会可以放松 那也同时 同时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 这样的一个原地 那么所以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取材空间 所以我们就选择 类似《喘息咖啡》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的故事 就发生在一个咖啡厅 叫银河系咖啡厅 在这些地方所发生的你我之间的这些故事 变成音乐剧的演出 那为什么叫银河系呢 为什么不叫别的系 那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们在地上的人 在地上的生活 其实很像有人说 那个天上的星星繁多 宛如在地上人间一样 所以那个在银河系里面 当然会有宇宙中很多的 什么流星什么星 他们互相的碰撞 其实那感觉不是就很像 我们在地上的人的生活吗 动不动有时候 我们在生活的周遭 也会被朋友同事 我们都与人有互动 可是也常常有一个不小心 会有一些碰撞 其实所以我们就藉由 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 他心里面的心路旅程 好像他在一个大宇宙一样 然后他不断的被冒犯 不断的被冲撞 所以以至于就是说 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描写 来看我们地上人的生活 所以其实是很有趣 很崭新的一个话题 Hello 呼叫新队友 透过沉浸式音乐剧体验 带领观众感受 剧中宇宙新家人关系 尽管面对各种挑战 在互相依靠下彼此守护 人生也可以不一样 因为我们其实这次比较特殊 我们不是在一般的这个剧场 镜框式的演出 我们是360度 这样观众围绕在旁边 来领场来观赏 那其实就是有点像是 你进入到咖啡厅一样 你看到旁边所发生的事情 好像跟你周遭是非常有清静感 感觉是非常近 而且故事也是说 自己本身的故事 我想就是打破这样子的距离 让自己能够更亲近 有点沉浸式的方式 来观赏我们这出戏 所以是蛮特别的 是一个跟往常不一样的 一个戏剧感受 那我们觉得这样子的方式 是能够最容易传达 那我们心里面的这些的想法 我们这一次其实这样的一个作品 沉浸式的一个剧场的演出 甚至于说舞台就 比较打破过去以往的 镜框式的舞台 就重点在我们的表演的作品 或生涯当中 这也是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尝试 对不对 我们在这边当中好好学习 嗯嗯嗯 然后我们希望借由观众给演员也好 那种当下最立即的感动 然后我觉得这对演员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崭新 而且很过瘾的一件事情 台北场音乐剧还特别邀请 客宇金曲歌王罗文玉 担任说书人角色 家人曾经离爱的他 深知照顾者的辛劳 希望这出戏能够传递正面能量 我觉得那是需要 承担很多的压力跟重担 这样可是呢 我觉得对于照顾者呢 我觉得不能失去盼望这样 也不要 我觉得这个不容易 因为我自己的哥哥也是在几年前 因为癌症 然后后面 特别在半年那段时间 我也常回去看他 不要说照顾半年 我光回去照顾他两三天 而且是间接性的 我就觉得 哇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更何况是长期照顾者 所以我觉得 你们的伪生跟付出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然后我觉得在生活可能 就像我们今天演出这出戏一样 可能会有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发生 可是我觉得你要用乐观 拥抱爱跟希望去过每一天 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透过这个戏位 希望带给大家 传递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能量 演出会场 合固人寿 特别针对照顾者情境 制作可互动的装置艺术生活策展 共有五个展区 生命曲线 呼叫新队友 生活投影 守护零件 照顾神算 透过互动体验 激发新的思考方向 同时提醒民众 善用长照资源 并储备好自身未来规划 才能在照顾家庭 及生活上 游刃有余 创造生命的各种可能性 记者林奇慧 台北报道 以红豆 凤梨 花生为原料 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创意烘焙品呢 农粮食物举办竞赛 揭晓获胜队伍各具巧思 创意无限 8月1号开卖 欢迎民众支持国产原料 制作的创意食品 这是欧巴马食品有限公司 恭喜欧巴马食品有限公司 获得我们这一次的冠军 2022年国产农产品烘焙创意竞赛 前三名揭晓 他们以红豆 凤梨 花生为原料 创造好看又好吃 同时兼顾营养的食品 在15家业者60款产品中脱颖而出 本次我们欧巴马参赛的产品 比较属于台东在地的食材去制作的 像是有一款产品是金世家 欧巴马金世家 是选用台东在地特产的凤梨世家 加上台东在地自己产的凤梨去熬煮呈现 再加入红豆馅去做一个呈现 并且造型就跟凤梨世家一模一样 非常开心 因为毕竟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 也非常谢谢署长给大家这个一个机会来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非常谢谢我们农粮署还有执行单位 承办单位跟所有的工作团队成员 谢谢大家 也谢谢每一个来参加比赛的烘焙店家 以及每一个师傅 谢谢大家的努力 谢谢 因为我本身是农家子弟 所以说能够帮农民精一点心力 其实也觉得很骄傲 然后我的产品里面 我的凤梨酥比较特别 我应用了百香果泥跟奇异果 然后结合成一个凤梨酥 然后我的那个植米 植米那个爆米花 有应用到台湾的猪肉松杏仁片 然后做成比较土特的那个爆米花 然后花生的部分 我应用北港的花生 然后做成薄片状 然后吃起来不会黏牙 然后另外一款红豆的部分 我结合了比较坚果 多种坚果类的一个组合 吃起来比较不会甜的部分 吃起来不会比较顺口 我们扫布田是以推广 传达就是健康以及品味 的真心祝福 作为那个目标这样子 所以来进行研发 然后也希望就是农娘署 可以借由这次比赛 就是推广各个参赛者 就是让大家的产品可以更推广 我们这次的作品 比较特别的是樱花凤梨酥 就是我们不仅添加了凤梨线 还添加了那个梅子奖 也是台湾的农产品之一 那我们非常荣幸 因为今天得奖的三位 都是第一次参加 这一位是从台北来的第二名 这一位从台东来的第一名 还有这一位从台中来的第三名 三位都是第一次参加 三位年轻人都具有创意 他们把台湾的红豆 凤梨还有肉花生 展现在他们的烘焙产品上面 而且用51%以上的国产产品 作为他们的材料 那加上他们的创意跟巧思 来创造我们新的烘焙产品 那我们很高兴 因为现在疫情逐渐在降温 那我们的国门也逐渐要为 国际的这些观光客来开放 所以我们很快的 就会把我们的这些 创意烘焙的冠雅寄军的产品 来把它量化量产 在我们的机场 或者是在国内的商店 不管是实体的店面 还有在虚拟的店面 我们来推出 因为用国产的食材 来做成的这些烘焙产品 是食物里程对短 碳足机最少 同时也是飞机改的产品 那最重要的就是 对于土地的爱惜 对于我们饮食文化的传承 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很感谢 这么多的业者来参加 那同时非常荣幸 三位都是第一次来参加 但是他们的创意 被国人所肯定 被裁判所认可 因为红豆 凤梨 跟花生这三项农产品 是以前国人在做 烘焙产品最主要的食材 所以我们就以这一些 台湾人的饮食传统 还有这些文化里面 来挑选出这三项 最容易来呈现 台湾人的这些饮食文化 特别是在传统的烘焙业 还有传统的这些 台湾人的这个饮食习惯里面 这个是最具体可以呈现的 因此我们就选定这三项 那这三项 国人都有生产 那红豆的话 在屏东跟高雄 落花生的话 在云林跟彰花 凤梨的话 在台东花莲 还有从南投以南 一直到屏东 各县市都有 所以这个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国产农产品 农粮树举办竞赛 邀请业者运用国产原料创作 发展出在地特色产品 且以时尚且细带便利的 半熟里礼盒为创作重点 是民众中秋探亲房友办理的好选择 我们看到了我们所有的店家 非常巧心的 这个应用他们的巧手 创造出这个非常独特的一些商品 用他们的巧手来形塑 组合成又好看又好吃的 这个礼盒办手礼 那我们今天评审 真的显然评显 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燕麦 可以跟红豆组合在一起 我们的银耳 也可以跟我们的红豆组合在一起 还有我们的梅酱 也可以跟我们的红梨组合在一起 还有我们的香油 跟我们的红梨组合在一起 看到我们的花生葱 麻辣花生 还有我们的可口花生 真的是感谢各位的串利 那在这里我也请代表我们的评审团队 跟各位大家一起来勉励 让我们共同为我们的国产农产品 能够开创新好商机 成为我们大众所喜好的新商品 台湾的农场品非常的多元 那非常的多元 我小的时候 我今年已经六十四岁了 我小的时候所吃到的这些 不管是糕饼 不管是我们的烘焙 还有我们的花生糖等等 全部都是国产 我小时候台湾 那时候台湾还很年穷 但是我们的传统饮食非常吸引人 我到现在长大以后 我都一直在发现怎么样去吃到 纯正用国产农产品来制作的 这些糕饼 还有我们的传统美食 我们今天很高兴 因为我们再度把我们的 很容易来进行 或者是我们平常在做烘焙 任何的这个糕点的时候 都会用得到的红豆 还有凤梨以及豆花生 来作为食材 作为今天比赛的主要的食材 那当中我们有规定四项 每一个比赛的参赛者 要做出四项产品 第一个就是用红豆来制造 第二个用凤梨来制造 另外用肉花生要制造出两种产品 花生糖的产品 那因为各位这个是创意 封贝创意竞赛 那封贝创意竞赛 我们很感谢我们市所长 市所长还有我们的高兵工会 帮我们在全国来做行销 来招募各路的英雄 所以有很多人来参赛 那参赛之后 我们在7月8号已经收掉了第一批 之后有15个业者入围 入围之后我们今天早上 把他们的产品拿来比赛 所以今天我们的评审的业者 非常辛苦 那一项一项 不管视觉或是味觉 等等各方面分数打出来 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哪些人得奖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选出 冠雅季军各一位 另外还有优胆跟加州 总共加起来有15位 所以在做15个业者 你只要入围 都已经代表在全国都顶尖 同时我们也很感谢各位用创意 最终用台湾的国产农产品 来作为素材来制作 制作好今天我们比赛的这个结果 其实每一位业者 都会从8月1号开始 在他们店里面来做行销 然后量产 之后我们冠雅季军 我们会在网路上 来做这个虚拟 就是网路的这个 旷漫行销 所以从今天比赛完 搬完奖之后啊 到8月1号 在每一位业者 他们自己的自律店面 也会来行销 我们敬请各位来期待 那过去几年来 我们今年办到现在第5年 第5年办 因为过去几年我们 非常有信心 办了之后 对于国产农产品 比如说红豆 或者是 一些水果方面的 使用在加工方面 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业者 以往讲本求力 考虑到成本的结果 大概用其他的国外进口的红豆 我们的红豆 主要从哪些国家呢 从澳洲 从巴西 从加拿大 或者是美国 有时候从泰国进来 那个食物里程很长 碳足迹很高 所以怎么样来 因令全球化的气候变迁 只要用国产的这些杂粮 来作为我们的材料 其实就是我们业者来 响应全球暖化 或者是净零碳排 尽最大的一个贡献 之间产品有像 台湾小吃 臭豆腐 豆干等外型 实际上是甜品滋味 还有可爱 放大食材等有趣造型 赏心悦目 美味又疗愈 8月1号开卖 欢迎民众支持国产食品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为了让设计师们和一般的民众 可以了解国内外的各大博物馆 有哪些图案图像的素材 可以开放免费使用 激发更多的创意设计 台湾设计研究院邀请了日暮视觉艺术团队 策划了一个原来如此大博物展展出的内容很丰富哦 也希望带动设计师们更多的设计力与创造力 画面现场是在松山文创园区开展的原来如此大博物展 台湾设计研究院邀请日暮视觉艺术团队策展 四大展区中盘点了世界时间重点博物馆 所开放使用的艺术图像 也让民众了解国内外各大博物馆 正逐步将典藏资源释放出来 让任何人都能自由运用于设计创作 甚至商业使用 期望带动设计师们更多的设计力与创造力 那这个展他其实非常重要就是把我们所谓的 很多人都会问说怎么样产生创意嘛 那所以其实就是透过台湾设计研究院这次的整合 然后介绍台湾的跟全世界的这个博物馆 做一个开源的一个组织的总介绍这样 那民众可以透过这些传统的这些经典的艺术图像 然后透过设计力的转换 然后变成是新时代的一个一些符合日常 食衣住行娱乐的一个商品这样 那这个像我们现在这个展间就是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展馆 那你也可以看到故宫在开源的上面 其实做了非常多的推行 那除了很经典的这几件作品之外呢 其实大家可以透过这个使用的这个教学步骤 去了解他们到底开放了什么内容 然后鼓励设计师可以有更多的创造这样 那其实他开放的部分他有几个重点 就是你要注意他是不是所谓的符合CC0 或者是PDM的这个标示 那大家在这个网站上面搜寻的时候 其实他在图像上都会有很清楚的这个标示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探索的过程 你们去了解这张图片到底是不是可以免费使用 或者是不能免费使用 那很多人不清楚这个概念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展览就是希望可以透过 浅显易懂的方式去告诉大家这个图像授权的观念 那只要你了解了这个观念之后呢 相信对于一个创造者来讲 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资料库 全世界都是你的创作的资料库这样 故宫第一个 所有的低阶的全部CC0 CC0就是反正你要download就download 你要用就用 反正都不用说 另外的中级图档现在到今年的年底 会上去35万亿 是600万号数 然后呢是CC0x4.0 也就是说也不必跟我们讲 那你要download就download 你要用就用 只要你说 这个图案来自于故宫就好了 所以最近不是我们这个有一些什么银行在开董事会吗 那结果呢 他就用故宫的东西去做了 所以很多人为了还 并不是要投资他 但是就买他的股票 就强啊 他也不必跟我们来说 他就拿去做他的股票 所以所谓的欣欣败事点点 就是你不必说 你只要注明说这个图案来自故宫 也不必收 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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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上去就好了 然后甚至于你可以做商业使用 你觉得故宫只要这样而已 你就把它edit一下 你做商业使用都没关系 所以多多的用 而且因为大家都是设计的 所以不要只是这样把它也复制 直接复制出来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如何用它的元素 对 配合你们的创意 做出新时代大家喜欢的好东西 就好了 没错 没错 所以这个场板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把内容开放出来 那一般民众的话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一个探索跟发现 因为举例说这一次透过时间 全世界的线上线下博物馆 可能你会 举例说你可以找到像NASA 他开放了就是说 阿波罗计划登月的一些影像 那可能你很喜欢植物图片 喜欢动物的昆虫标本 然后你喜欢服装的设计 喜欢古地图 任何的内容 全世界的博物馆 绝对都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 那鼓励大家就是大朋友 带小朋友一起来探索 然后好好的去 去透过观察 然后去发现你自己 很有兴趣的内容 这样 那台湾设计馆 虽然是一个很小的馆 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馆 那但是我们觉得串联 开源是很重要 那今天谢谢显讯 最年轻的车展人 用这个概念 把全世界十个重要的博物馆的资源打开 那利用这次的展览 差点起来 那在现场会有七十件作品参展 那四千多件的这个影像 那我们觉得开源授权 连结是世界未来的趋势 那台湾也过很多浪 也谢谢故宫博物院 还有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协会 还有很多的伙伴 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变革里面 让台湾在这方面持续前进 那我们希望这个虽然是一个小的展览 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开始 把大家串联在一起 创造台湾的未来 那这次台湾设计学院 这么触美去做 做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可以给我们去深思 那我们公布员 或公布我们去深思 其实我们要把点产品 加值应用 数位化加值应用 之后呢 才能够产生效果 来用过外文之后 才行销国际产生这个动力 所以今天这个叫做共享 非常好 共享之后怎样 就会共生 共生就是怎样 要共同珍惜 然后就要共同繁荣 后面怎样就会共好 展览中也进一步介绍 什么是CC授权 让民众了解开源素材的运用 所以它开放的权限 其实有分成几个模式 那其实最主要是有四种基本的组合 那透过这四种基本的组合 其实你会有六种的模式可以应用 那从最下面大家知道 就是版权所有 一直到网上就是可以 像刚才讲的CC0 就是你可以进入自由领域之后 你可以随意的自己去改造跟创作 然后不用去标注 这些影像内容的这些所有权这样 然后再来是PDM就是完全进行的开放 所以它是有一个层级关系在 对 所以大家看了这个表应 应该就会一目了然 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举例说这张图像 你可以发现它下面就有一个PDM的这个logo 所以就可以代表我们设计师跟创意工作者 可以直接下载这张图片 是高解析的来进行你的创意的改造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再来是因为开源的内容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透过一个文献库的整理 我们挑选出这个博物馆非常重要的几个主题 来跟大家介绍 那举例说像大度会大家最知道的就是Mit Gala 就是他们的服装的这个典堂的收集 现场并展出多件运用开源素材设计出的作品 展现设计师们丰沛的创造力 然后像中间有一个展区就是展出台湾的设计师 他们如何取样自这片土地的元素 那这些东西其实你可以对比就是这些经典的 传统的图像文物 那可能是原住民的图腾 然后可能是台湾的这些传统的这些材质色彩跟形象造型 那这个都是很好一个我们把自己的传统文化故事 透过设计力去介绍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即便他们可能不懂中文字体 可是他可以透过你的装针你的材质你的色彩去认识这片土地 那也很鼓励大家其实可以 其实设计它并不是直接从零就开始 你可以从你自己的土地里面去发掘这些很重要的元素 然后转换成你的设计作品来做一个宣传跟分享这样 像这件作品是肖晴阳老师他的创作 那他是一个跟郭春美的这个歌仔戏团合作的一个专辑设计 那你可以发现它其实上面全部都是英文 那因为他就是用一个电音的方式去重新演绎传统的歌仔戏曲 然后他把这个升旗白马的这个意象呢 透过故宫的这个传统的原画 然后去做一个现代的转译 所以透过他这个传统文化的取样去结合传统的乐谱 可是去透过一个现代的装针设计之后呢 去让大家感受到一个新的传统文化的氛围这样 对然后可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然后也可以亲自带到现场看看这些很漂亮的这些装针作品的一些实体案例这样 那鼓励大家一定要亲自来现场发掘跟探索这样 那再来是除了平面的画面的素材 我们也把所谓博物馆经典的图案去转换成商品的部分也做一个对应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是我们历史博物馆 它跟传统的图像手机开发的一个滑板 对那其实因为这是一个门绳 那因为传统的门绳就是印在那个木板上 所以它现在把它变成是滑板上做一个移动的一个状态 然后也可以像是挂在家里守护的意象这样 对所以这个概念去做一个对应这样 那再来这就是由草杰密森他的一个滑板的一个授权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所谓的传统作品或是当代艺术 其实已经可以用过一种新的方式进入现代生活当中这样 这个作品是Discovery的一个台湾部落保障的片头 那当时因为素材很有限的关系 就是拍摄团队只有提供一些照片 让我们看一些关于原住民的服装 那就要针对六集节目去做成片头的视觉符号 对那当时因为素材很有限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些世界的古地图 对那上面的台湾就是富尔摩沙 然后我再用这些古地图去拆检再重新拼成这些画面 就每一张图都是一个部落的画面 对那里面有针对生活的建筑的饮食的还有祭祀的信仰那些 每一个主题都不太一样对那针对这个展是因为 如果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博物馆这些都有提供免费下载的话 我们会对于这些素材非常的方便 对使用上会非常方便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跟业主的沟通上 他们不见得会提供适合的东西让我们使用 对那制作上就会有功 对所以这个展确实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为了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 国内外博物馆纷纷将数位典藏资源释出到公众领域 强调文化素材的共享与共创 欢迎民众到现场一起来探索开放素材的丰沛资源 开启创作灵感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为了要推广美食产业 台北市商业处以道定甲monga为主题 推出了35间万华特色的餐饮 同时也寄出了总奖项40万元的抽奖活动 邀请民众吃美食拿大奖 多种食材大锅熬煮 台味十足的功夫菜上桌 味浓汤头阵阵浮香而来 一旁还有满满的炸牛棒咸酥鸡 满桌子美味让人垂涎三尺 这是台北市商业处为了推广美食产业 举办以美食在台北 道定甲monga为主题的活动 邀请民众大胆美食 那我们的主要特色是古早味的一些半桌菜 然后我们是用小吃的方式 让一个人也可以享用到 以前传统那种十个人的那种菜色 对,然后我们的主打的话是喜琴燕尾汤 就是以前那种半桌 大家会包回去吃的那种菜尾 对,然后我这个喜琴燕尾汤里面有融入了 像白菜、北菜肉 然后还有这个酸菜猪肚 还有这个佛跳墙 然后还有四宝汤 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种菜色 把它融合在一个我们的喜琴燕尾汤里面 对,然后我们还有主打那个古早味的笋干蜂肉 对,那这过去都是一般 我们是工序有八道工序 那这个是很比较复杂 那我用平价的一个价位 让一般一个人两个人都可以吃到这种半桌菜色 那另外一个主打的话是我们的主厨白菜乳 对,然后我们的主厨白菜乳是 没有像外面就是 我们的主打是绑皮、肉丝 还有这个就是可以味道是比较不一样的 这一次的优惠的话 我们就是会用就是送小菜的方式 对,然后也让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民众来那个店里消费 我们在湾华的三水街市场 那我们也是一个六十多年 已经传承到第三代 那今天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我们真的招牌 牛蚌丝 对,它这个特啤酒都很好吃 回家再回锅一下也很好吃 所以我们都是当天 现削这个牛蚌 现做的、现炸的 然后这边都是一些 也很好下饭的这个 排骨酥、花枝酥 对,这些卖鱼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然后都是非常新鲜的鱼浆去做的 对,欢迎大家可以来品尝 35间万华在地特色餐饮 包含米其林必比登推荐、人气店家 方民众精选出好味道 同时推出抽奖活动 总奖项40万的豪利等你拿 那我们有35家的店家 是这次参与我们挑选出来的 那在这些店家来做消费的话 我们就会提出可能将来 你可以用一个抽奖 总金额 总抽奖金额大概到40万左右 也就是说你在这些店家的消费 所以就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那主要是第一个 这个店家是我们特选出来 尤其是很多是利比登的、米其林的 那另外就是从最顶级的台南蛋仔面 到可能最平价的肉丸或者是骨肉饭 这些都有 所以各种形式都是代表我们万华的特色 所以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 让大家多认识万华 因为里面看到很多的年轻人 集会万华来开店 很多的咖啡店 还有很多的特色包括甜点和披萨 它非常的多元 所以其实大家现在 我觉得市民朋友可能吃饭 可能都会选择东区或其他的地方 但是其实万华 所以在地的小吃 还有在地的这些商家 它可以一笔百年 这才是我们 你要去想说 它为什么可以在那边百年 因为它就是非常的好吃 然后最重要是CP值很高 就是价钱非常的合理 那我们的活动呢 就会希望说大家多走来万华 另外我们希望大家感受一下万华的不同 因为我们去年花了很多力气 在改善万华的硬体环境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万华的软体 我们大家也非常努力 它以前觉得万华比较脏啊 比较乱啊 其实现在都已经改善很多 那我们也希望说 包括大家以前认为 那边有什么阿公店 现在我们包括这些茶室前面的相关的道路 我们其实都已经帮它清理完毕 所以你会看到万华的一个崭新的面貌 我们希望大家到这边来逛逛吃吃 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万华 就是在你印象中 我知道很多人去年到现在都觉得 去万华好像是一个疫区 这对我们非常不公平 我再说一次 万华民众 我们在去年做了血清抗体的检测 其实我们的抗体比例非常的高 也就是说万华非常的安全 老师您怎么 去年我来参加 那个台北市的百年老店里面 我看了一下 邦卡站的15家 邦卡站的15家 邦卡站的6家 那今天也来了好几家 包括川越 包括梁喜浩都进来了 那这个都是非常敬畏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在台北市整个 我必须讲 整个十二个行政区里面 邦卡的小吃是最知名的 邦卡的小吃是最普遍的 庶民的 那包括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就是 累积很长的 一段时间的 像阿姨乳酪饭 也都是非常厉害的 那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 感谢产光局的商业图质支持 把我们邦卡小吃往外推 那今天 刚才副市长跟那个局长都讲了 特别要安排一场 邦卡的小吃群里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来安排 那欢迎各位 一定要到邦卡来 我们说真的 邦卡的人情味就是这样 就是非常的浓厚 非常的强烈 从最顶级的到座边餐 所以我们的包容性是非常的大 那这也是我们邦卡的优势 那欢迎各位 活动期间到店家消费 发票可以登陆抽奖 也可以到活动专区进行人气店家投票 获得抽奖资格 市府期待以在地美食餐饮 带动产业发展 让民众感受万华传统新潮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涵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暑假期间如果不知道何处去 不妨到台北搭乘蓝色水路 除了有微旅行热门航班 大稻城游河到淡水外 7月开始还推出了大稻城夜航游河 带民众悠游穿梭淡水河 欣赏水路两岸丰富的人文及自然景观 乘坐蓝色水路悠游河岸风光 迎接暑假到来 蓝色水路除了有微旅行热门航班 大稻城游河到淡水 炎炎夏日7月份开始 更启动大稻城夜航游河 除了可以饱览淡水河夜间河景外 更规划古迹导览行程 让民众体验蓝色水路的万种风情 为大家介绍暑假期间的蓝色水路 微旅行的航程 蓝色水路微旅行热门的航程 是大稻城古迹之旅 那在今年的7月份的每周六 它的一个会再开航 那行程的内容包含下午2点 会由老师去做一个路上的古迹导览 那接下来三点呢 会在大稻城码头去做一个搭船到淡水 那同时呢 导导老师也会随着我们搭船 然后随船去做一个沿途风光的介绍 那另外单纯的游河的航程 有大稻城到淡水 以及从淡水到大稻城的一个单点 单程的一个游河的航程 那还有就是大稻城单点进出的一个 夕阳跟夜航的一个航程 可以供那个民众去做一个选择 那台北市公共运输处呢 为了去推广暑假期间的一个 搭乘蓝色水路的一个航程 我们准备了五款限量的那个徽章 然后可送给搭船的一个乘客 那建议呢民众在搭乘前 可以先提早做一个网路的预约 那或者是跟营运的业者去做一个 确认航班的一个资讯 那相关的资讯呢 你可以上网去做一个搜寻 搜寻台北市蓝色公路 为旅行的一个网站 去做一个查询 另外供运处还规划 搭公车及好运抽奖活动 从7月1号起到10月31号 每周都会抽出菲利普万用锅 Switch主机 以及想想餐饮券等超值好礼 鼓励民众多多搭乘公车 为持续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租 台北市至7月1日到10月31日 而办理大公车及好运抽奖活动 欲参加等次抽奖活动的民众 可至7月1日起 于活动网站登录姓名 电话及输入欲参加活动之 游游卡号等资讯 当天起 于双北市市区公车使用游游卡 成功完成上下车刷卡 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搭乘公车次数越多 抽奖机会就越多 活动有18周 每周都会抽出菲利普万用锅 Switch主机及餐券等超值好礼 每月更有机会获得Dyson吸尘器 另于活动期间 每月皆搭乘达40次以上之民众 会加码抽出全勤奖 得奖者可获得所有奖品各一份 本次活动共有833个奖项 奖项金额高达150万 相关抽奖活动注意事项 可至活动网站或公运处官网查询 欢迎民众踊跃参与 活动期间每月搭乘公车 达40次以上的民众 加码抽出全勤奖 得奖者可获得所有奖品各一份 详情可至公运处官网 搭公车及好运专区或活动网站查询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刑事局破获了一起诈骗国人出国案 犯罪集团与柬埔寨人口贩运集团配合 透过社群媒体 以优渥的工作条件为诱因 假意招募民众前往柬埔寨 从事博弈客服 人头贷款等工作 被害人签订了工作契约赴柬埔寨 在后却遭到前置自由 重拾网路电信诈欺的工作 大批警方荷枪实弹破门而入 嫌犯看到立刻举双手投降 刑事局破获一起诈骗国人出国案 犯罪集团与柬埔寨人口贩运集团配合 透过社群媒体 以优渥工作条件为诱因 假意招募民众前往柬埔寨 从事博弈客服 人头贷款等工作 被害人签订工作契约赴柬埔寨后 却遭到前置自由 从事网路电信等诈欺工作 近来我国发生有多起 很多人遭到人口网易集团诈骗 以求职诈骗这样一个方式 骗到监谱再去从事 一个电信诈骗的案件 那我们在行事警察局 在今年的3月的时候 接到了我们的一个被害人来报案 经过深入追查之后 发现说 这个犯罪集团 持续的在用FB IG等等 网路社群媒体 来去偷这些假的求职讯息 来诈骗我们国人 来去前往M站 那我们在5月5号的时候 这个拦查到了三民的嫌犯 在台北市的旅馆正在看守三民被害人 他们遭到了一个网路求职的一个诈骗之后 先帮他们送到台北市的旅馆 带由这些集团的分子看守他们 帮他们办理这些相关的PCR以及 护照出国机票的一个相关文件 那我们见这个情况警示 在5月5日当天 就与与专案小组在现场进行的一个拦截 就下了这三民被害人 那也顺利了代表 代表了这三民的嫌犯 并且向法院申请积押破坏 经过两个月的深入追查 发现这个人口翻译仲介集团 是由竹联邦分子李轩豪来为首 与这个柬埔寨的账费集团合作 由他们在台湾成立人口仲介翻译公司 在这些网络偷不死的广告 以高薪轻松只要会打字 从事文字客服等等这样的一个 招募的一个话术 来去骗取国人 从去年的11月开始 到我们今年5月 这个破获他们这个集团 大概有82名的被害人 警方已举破获以理性嫌犯为首的犯罪集团 当场居提6名嫌犯 并查扣电脑 模拟枪支 空包弹 点验超机等相关证物 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 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那我们在7月5号的时候 收证完毕的时候 就与专案小组缤纷多处 持续了第二波的居体 逮捕了六名其他幕后的嫌犯 并且有三名主席向法院 申请击押获准 那在这边 警政署 向这些人口翻译集团分子警告 使用诈述来去骗取出国 是属于重罪 那我们不会容忍这样的犯罪行为 在国内发生 也提醒这个适逢这个暑假 这些想要求职的民众 以及青年学子 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广告 高薪轻松出国旅游等等 务必要去做一个查证 那这样的一个前往柬埔寨的一个 诈骗案件 警政署统计到现在 已经将近有破百亿 希望民众不要再轻信 这些诈骗集团的化修 警方呼吁民众切勿为了诈骗集团 提供支佣金 让自身身陷险 同时以诈述使人出中华民国领域外 实属重罪 对犯罪集团绝不宽待 会在第一线坚守国人安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接下来带你来看清安宫张州妈祖的安座纪念三线典礼 清安宫主任委员也是国策顾问童勇 邀请立法委员也是市长参选人蔡世英 副市长林永发等一起为张州妈祖三线致役 期盼在妈祖的庇佑下 台湾的疫情可以逐渐平息 各行各业可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 来到清安宫妈祖庙在主委同勇陪同下 副市长林永发立委蔡世英向妈祖行三线礼 期盼疫情在妈祖的庇佑之下 各行各业可以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准 那以今年来讲 我们的疫情在妈祖的保佑下 我们也处理得非常好 大家市民的配合 让疫情也减缓了 所以让我们的城市博览会 也能很顺利的举行 也让世界各地的 还有我们全省各地的 都来我们这边参观 看我们基隆的蜕变 那我们也祈求大家对 马祖的一个信仰 然后马祖保佑我们 大家国态民安身体健康 针对媒体询问 未来推动双北1280月票的看法 蔡世英说 仍有几个议题需要克服 那双北的表示是说 1280的参与 当然有更多的县市愿意参与更好 可是事实上有几个问题 期待解决 第一个是双北的1280 能不能继续走得下去 因为对双北来讲 1280也是它沉重的交通财政负担 所以其实就双北来讲 一直有一个声音 要把1280取消 所以这也是这个案子 能不能继续走下去的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点 第二个如果是国道客运 或者是铁路运输要进入的话 那其实很大的原因是 这两个单位都不是基隆市所属的单位 也就是说基隆希望国道 或者是铁路能够加入 那要看台铁局或国道客运业者 本身有没有意愿 那我们的理解是 这两个业者对于如果要参与 但是要自行再提出个别的负担责任额 是表达有疑虑的 第三个就是基隆的公车 要不要纳入双北的1280 那我要讲的 基隆的公车 因为跟双北的1280 中间并没有直接相连 所以这样的一个参与 对于市民有没有诱因 那这几件事情 是过去我们在参与 双北1280 讨论的时候 产生的一些问题 那我想这些问题 都还期待几个县市 还有几个相关的业者 来做共同的讨论 那我想私营会在这个部分 我们会来继续来努力 来协商铁路公路 或者未来的基隆捷运 纳入1280的问题 来做讨论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 对于公共政策 能够解决的问题 那要参与这些公共政策的时候 首先有个更重要的议题 要谈到是 国道客运或者铁路参与的时候 相关的提拨分摊款 是不是要由基隆市政府来出 还是由国道客运业者 台铁局来出 那这个部分也是另外一个 必须要被讨论的问题 那我想这些问题 其实都还争议非常的多 那私营在这个部分 我们会来提出更多的 有效的建议方案 让所有的业者 或者信用市民 在未来融入大台北 交通生活圈裡面 能够用更好的 更便宜的方式 达到更多的共同参与 立委蔡世音说 北北基陶是一个生活圈 有很多的公共议题 需要一起讨论 他相信小英总统 会大力支持 也有信心 延续 金融市长林佑昌的政绩 前几天 在台北召开了 北北基陶的医疗 后援会的共同成立的筹备会 以及公共政策的讨论会 而是因为认为 基北北 还有陶原这些县市 未来是共同生活圈 所以很多的公共政策 要共同的研议 那我也相信小英总统 对于这几个县市都是大力的支持 不要忘了过去这几年来 小英是有史以来最支持基隆的总统 他会支持我们的林佑昌市长 未来也一定会支持蔡世音 那我相信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也会就这个目标 继续往前进 我们希望让基隆的进步 继续走下去 这也是市民的期待 那我想市民过去看到佑昌市长的 让基隆的改变 我觉得他们也会期待 市民能够接棒 让基隆的改变 继续往前走 千安公 张州妈祖安座纪念 地方明代及各机关首长都出席 希望在妈祖的庇佑之下 疫情能够赶快过去 记者 黄绍明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